美国新泽西曾经志工站在关怀第一线 为当地的火灾受灾户提供及时支援 甚至在发放现场 志工人数比受灾居民的人数还要多 许多灾民因为这份温暖喜机而泣 这场大火发生在7月10号颇及50户 新泽西分会所在地雪松林市 距离火灾地点牧桥市并不远 隔天11号志工就动员了63人 先发放给45户每户500美元的限制卡印记 新泽西中部木桥庄园发生大火 颇及50户人家100多人无家可归 意外一发生当地慈善组织立刻与慈激联络 隔一天志工就来勘灾 这个周末立即在社区学校进行发放 而且来协助的志工比灾民还要多 短时间做得很好的工作 我必须告诉你他们很好的工作 谢谢大家 好 每天都会不错 这个展示的展示是非常触碰我的心 因为每个人都会遇到一样的事情 甚至我做了很多社会 但是这次它触碰我的心 灾民多是印度裔 对佛教慈祭团体较为陌生 而这份最及时的关怀撼动他们的心 每一个受灾户除了发放限制卡 把美金五百元还送上环保袋 里头装的由宝特瓶做成的围巾 更有一份祝福 这是在意外发生后 他们难得的笑声 还有难得的笑容 打开新闻真善美之工 也会最后报道